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三辆车牌号码相连的大奔驰 一字驶入南云县卫生局 这可把全局的人都给惊动了 南云县是个贫困县 全县都没有一辆大奔 现在一下子就出现了三辆 实在是非常令人震撼 就连局长王金棠这样的人 都忍不住站在窗前往下看 黄国卿从办公室出来 过去跟奔驰车上下来的人交涉 你们找谁 最前面那辆车上 走下两个穿西装的人 当前一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 脸色白净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后面那个人高马大 魁梧精状 一看就是个狠角色 就见这金边眼镜上前两步笑着问道 你好 请问曾义曾局长是在这里上班吗 黄国卿一愣 你找我们曾局长 你们是什么人 就见那人从兜里掏出名片递了过来 自我介绍一下 比人张志长 是九泰集团的行政总裁 我们的董事长 董立阳先生就在后面的车上 今天是专程过来拜访曾局长的 不知道曾局长在不在家呀 这可把黄国卿给吓了一大跳 九泰集团 那可是全国知名的大公司啊 董立阳还是上了财富榜的人物呢 怎么会突然就跑到南云这个地方来了呢 他把对方的名片仔细看了 好几遍 张先生 你们真的是来找我们曾局长的 是啊 如果曾局长在家的话 就麻烦同胞一声 黄国卿 这才知道对方不是在开玩笑 赶紧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曾局长现在老雄乡扶贫 不在局里 哦 是这样啊 谢谢你了 这张志长微微欠身 然后转身 快步跑到第二辆奔驰车那儿 拱着身子 往车里的人汇报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又朝黄国卿走了过来 那请问一下 老雄乡的路要怎么走啊 黄国卿指了一个方向 哦 从这出去以后 一直往南 好好 非常感谢 这张志长 道了一声谢 就调转身子 钻进车里 他身后的精壮大汉 扫尸一圈 也紧跟着 坐进副驾驶的位置 办公室主任高万祥 听到来人是什么九泰集团的董事长 就一溜小跑上楼 向王金堂报告去了 王金堂听了是一脸震惊啊 什么 是九泰集团的董立阳先生 你没有听错 绝对不会错呀 说是来找曾副局长的 局长 九泰集团可是个大公司啊 王金堂当然明白高万祥的意思 为了今年的招商引资任务 他最近都快头疼死了 眼下送上门的一条大鳄 他怎么可能放过呢 当即就说 快快快跟我下去 迎接贵客 说着 王金堂就慌忙走出了办公室 他满怀期待的来到楼下 却正好只看到一个车屁股 王金堂急了 举着手就喊起来 董先生 请留步 留步啊 小跑着往前追出几步 那三辆奔驰 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出了卫生许的大门之后 掉头向南 就风驰电掷而去 王金堂站在那儿 眼巴巴的看着车子消失 这才依依不舍的收回目光 在原地跺了跺脚 心里后悔不已 哎 要是自己能早一点下来就好了 回头看到 局里的几个人正在传阅着 黄国卿收下的那张名片 王金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黄国卿 你是怎么回事 贵客来了 为什么不把人请进去 好好招待 黄国卿一脸的委屈 心说 那能是我能留得下来的人物吗 董立阳要是能听我的 我何止于在这儿 当个办公室的办事员呢 局长 人家是来找曾副局长的 王金堂的鼻子当时就给气歪了 你小子这是什么意思 是讽刺我自作多情吗 他正想要教训对方几句 别在腰上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王金堂接起来 就听到里面传来威严的声音 我是江中月 江先生先生你好你好 王金堂的一张大黑脸上 立刻就堆满了笑容 腰也弯了几分 就像是江中月站在了自己面前一般 就听电话里 江中月问道 九泰集团的董立阳先生 是不是到你们卫生局去了 是 是 王金堂心说这消息传得可真快呀 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啊 连江县长都知道了 就听江中月在电话里喝道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我现在命令你 无论采取什么办法 也一定要把董先生给我留下 王金堂额头上的汗可就下来了 江县长 董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呀 江中月大为不满 王金堂 你是怎么搞的 王金堂赶紧解释 董先生并没有离开南云县 他现在往老熊乡去了 王金堂可不愿意给曾义脸上贴金 所以并不交代董立阳的来意 哼 这件事情 我回头再跟你算账 江中月冷笑着挂了电话 然后出门 去找南云县县委书记 如子牛 如子牛 今年只有47岁 却已经严重泄顶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椅里 身体的宽度可以站满椅子的空间 可高度却差了很多 听到敲门声 他沉声道 进来 江中月推门进来就说 子牛书记 有一个紧急的情况 要给您汇报 如子牛指了指会客的沙发 中月 坐 坐下说 说着他站起身 从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 顺手拿起桌上的中华烟 抽出一根 笑眯眯的说 来一只 江中月推辞了一下 先不过了 我刚收到一个消息 九泰集团的董立阳先生 现在就在我们南云县 如子牛一愣神 随后抬手在前额上捋了一下 他很诧异 这么大的消息 为什么自己竟然不知道呢 反倒是让这个江中月先知道了 嗯 消息确实 我已经核实过了 消息确实 董立阳往老熊乡去了 江中月看着如子牛 您看这事要怎么办呢 如子牛就在屋子里夺了两步 他心里琢磨 这董立阳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外号叫拱地龙 所到之处 地价房价 无不疯狂飞涨 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的收益 这个董立阳不管走到哪儿 那都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啊 都想把它争取过去 土地财政 那可不是一个小的进项 如子牛不明白 董立阳为什么会来到南云 这么一个小地方 但他明白 眼前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 如果能够跟董立阳建立关系 甚至是把它争取到南云来投资 那这南云县的经济腾飞 包括自己的政绩 也就不愁了 如子牛拿定了主意 笑呵呵地看着江中月 啊 中月呀 怕是还要辛苦你一趟 为了南云 你看咱们今天是不是来一个月下追萧河呀 江中月就笑着说 如书记 我也是这个意思 急不可施啊 好 事不宜迟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南云县的一二把手同时出动 把整个县委县政府大楼都惊动了 等听说是赶往老熊乡去 大伙都在议论纷纷 心想这老熊乡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会不会是山崩压死了人呢 调来了两辆越野车 如子牛和江中月各成一辆 县公安局局长亲自在前面开路 一行人浩浩荡荡 直奔老熊乡而去 他们刚驶上奔往老熊乡的山路不久 就跟董立扬的车队迎头碰上 董立扬也不知道这山路如此难走啊 带来的车底盘太低 走到一半就没法前进了 只好先掉头回来 如子牛和江中月下了车 往前迎了几步 前面车上可是董先生啊 张志长就下车走了过来 请问你们是如子牛上前一步 我是南云县的县委书记如子牛 请问前面车上可是董先生 啊 如书记你好 幸会 幸会啊 张志长明知对方是冲着自己的老板来的 却只是笑着伸手一握 没有任何去通知董立扬的意思 如子牛只好又说 我们得知董先生历历南云 作为东道主 我们想敬一敬地主之仪 请转告董先生一声 张志长这才说的 如书记一片盛情 让我们受宠若惊啊 只是董先生时间宝贵 怕是要有负盛情了 实在是对不住呢 张志长可不想给如子牛这个机会 对方的来意他很清楚 可这南云县山高水远 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 作为行政总裁 他非常清楚 什么时候该替老板挡架 江中月此时往前走了一步 直接越过张志长 高声喊道 董先生是不是要去老熊乡啊 我们带了越野车来 正好一同前往 前面车上的黑衣壮汉 就要伸手拦住江中月 先生 请退后 正在僵持着呢 董立扬推门走了下来 笑呵呵的说道 哈哈 志长啊 你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呀 在南云的地界上 你也敢拦着当地土地爷 还不赶紧让开 这要是惹到了如书记 我们今天可就走不了了 董立扬走上前 伸出手笑道 哎呀 如书记 不愧是南云的土地爷呀 我的一举一动 都没有逃过你的法眼呢 如子牛赶紧陪笑道 董先生大驾光临南云 怎么着 要给我一个 进地主之仪的机会吧 你不给我 只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哈哈哈哈 董立扬看着江中月 又伸出手 这位是江县长吧 京东二位父母官 实在是让我惶恐啊 江中月也笑着说 得知董先生要去老熊乡 如书记立刻指示我 调来县里最好的 两辆越野车 并且赶过来充当向导 董立扬心说 这江中月倒是个有趣的人呢 这个说法可比什么 进地主之仪要实在多了 他笑道 哎呀 江县长严重了 我哪敢让你来当向导啊 不过要是顺路的话 能否方便我搭个顺风车呀 江中月就一伸手 哈哈 求之不得 董先生请 如子牛这才说道 哎呀 惭愧呀 让董先生见笑了 你看这山路 就见董立扬连连笑着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嘛 我车上还有一位贵客 我这就去请 如子牛和江中月 都是脸色一变呢 先说 这董立扬的架子已经够大的了 没想到这车里还有更大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自己这边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亲自出营 对方竟然连面都懒得露一下 董立扬过去之后 很快这车上就下来一个年轻人 一脸的傲气 跟在董立扬身后走过来 也没打招呼 直接就上了越野车 看董立扬没有介绍的意思 如子牛二人也不好过问 他们一起上了前面那辆车带路 同时在心里揣摩着那个年轻人的来历 还有董立扬这次突然现身南云县的目的 咱们再说老熊乡 这个时候乡党委书记赵成柱 坐在办公室里有些心神不宁 平时县里是难得有人会给自己打电话 可今天这电话竟然是接二连三 并且个个都含含糊糊语言不详 都在打听老熊乡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这可让赵成柱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该不会是要出什么大事了吧 正在那坐着琢磨呢 楼下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 赵成柱立刻坐直了身子 拿起一份材料 假装认真的研究了起来 他等着下面的人上来请示自己呢 就听楼下有人大喊 赵成柱呢 让他出来 赵成柱顿时眉头皱起来 大为不悦 哪个反了天了 竟敢在乡政府大院里大呼小叫的 而且是直呼自己的名字 他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 等往楼下一看 赵成柱就浑身一个激烈 这是出了什么大事啊 怎么卢书记和江县长竟然同时光临老熊乡啊 卢书记 江县长 赵成柱喊了一声就急忙往楼下跑 哎呀 这不是要了劳命吗 领导大驾光临 自己竟然在办公室里端着架子等着请示 这回眼过头了 他慌慌张张的下楼 走得太急了 一个没站稳竟然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好在已经没有几级楼梯了 只是他跌倒的样子很难看 整个一个四角朝天 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赵成柱竟然都没有感觉到哪里疼痛 三步并走两步 就来到如子牛和江中月面前 欢喜的笑道 卢书记 江县长 欢迎你们来老熊乡检查指导工作 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我好做好接待工作呀 如子牛看到赵成柱如此狼狈的样子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冷哼一声没有理他 就你这张黄失措的样子 就像丧家之犬 哪里是一个党员干部该有的样子 南云现在连面都快让你丢尽了 江中月倒是说了一句 没有摔伤吧 赵成柱心里一暖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见到两位领导 我心里激动脚下滑了一下嘛 他伸出手 两位领导快请进 到里面坐喝杯茶 这个时候 之前那个巨傲的年轻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就问他 你就是老熊乡的书记 你知不知道 曾益在哪里 赵成柱啊了一声 这个他还真打不上来 他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 等着曾益向自己汇报行踪呢 可曾益对赵成柱有意见 根本就不进他那扇门 赵成柱只好先找了个托辞 我马上叫人去找 几位领导快请进 如子牛更是不满 他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赵成柱根本就不知道曾益去哪了 他转身对董立扬说道 董先生 那咱们就先到里面歇息歇息吧 他在心里却一直在琢磨 曾益 曾益是谁啊 这个名字有点熟悉 只是忘了在哪听过呀 众人进了会议室 赵成柱赶紧倒上茶 然后找了一个办事员问道 知道曾局长去哪了吗 那位办事员就说 曾局长跟龙小姐左先生 昨天一起上了将军岭 还没回来呢 赵成柱眉头一皱 赶紧去把他找回来 那办事员就说 赵书记 将军岭那边没有信号 电话通知不到 派人去找的话 山高林密 怕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 我看曾局长 今天应该会回来的 那个在南云这边 巨傲无比的年轻人 正是顾迪 听了这话 不由得发了一句牢骚 难怪打不通电话呀 他扶的都是什么频呢 怎么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 赵成柱很不高兴 对那个办事员就说 你赶紧多找人上山 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 把曾局长找回来 话没说完 就见那位办事员 忽然眼角一抬 喜悦的说 回来了回来了 我听到牛望林的拖拉机响了 话音刚落 就听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 一辆手扶拖拉机 带着轰鸣声 冲进了乡政府大院 不过司机并不是牛望林 而是龙美心 就见龙美心 挺稳拖拉机 跳了下来 对曾义笑道 怎么样 我现在开得很稳了吧 快点快点 把我抓着那只山鸡 拿下来 再看顾迪 也是大笑着跑了出去 哎 曾义 上前接过曾义手里的 一件设备 就说道 我来我来 我可都等你好半天了呀 如紫牛和江中月顿时震惊的眼睛都瞪淡了 不会吧 这位年轻人可是连董立阳都对他客客气气的贵客呀 竟然跑过去帮人扛东西 这 这是个什么情况呀 董立阳此时也是一脸吃惊的样子 没看错吧 刚才那个开拖拉机的 不会就是龙家那位宝贝千金吧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穷乡僻壤呢 董立阳赶紧迎了上去 笑容满脸的伸着双手 要从龙美心手里接东西 美心小姐 怎么会是你呀 龙美心回头一看 诧异的说 咦 董胖子 你这只拱地龙 不在城里好好拱地 怎么跑到山里头来了 董胖子 拱地龙 如子牛和江中月 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我的山神爷呀 这是什么人呢 竟然敢管董立阳叫董胖子 拱地龙的外号 大伙都知道 可没有谁敢在他这喊呢 两个人一时都觉得自己脑子不够实了 想想自己为了见董立阳一面可是费了老劲儿 你再看看人家呼来喝去的 董立阳可没有丝毫生气的样子 他笑呵呵地从龙美心手里接过那只山鸡 几天没见 美心小姐越发漂亮健康了 董立阳虽然是有钱人 可他也是明白人 他知道自己这点钱 在一些真正的权贵面前 根本就如同浮云一般 比如眼前的这位龙美心 那就不是自己能得罪得起的 龙美心看到熟人有些开心 指着那辆拖拉机说道 我刚学会开这车 要不要带你兜两圈感受一下 董立阳赶紧白说 哎呀不行不行啊 你扫了我吧 我这把身子骨 可经不起这山地卡丁车的折腾啊 大伙心里都觉得好笑 这董立阳也真是有意思 拖拉机就拖拉机嘛 还美其名曰山地卡丁车 你瞧这马屁拍的 看顾迪和董立阳都上手帮忙了 那如子牛和江中月也不好站着 只好上前一起 把车上的东西都卸了下来 顾迪这才给曾毅介绍 曾毅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九泰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董立阳先生 董总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过的曾毅 董立阳赶紧把手里东西一撇 伸出双手 曾先生 幸会 幸会啊 认识你非常高兴 曾毅淡淡一笑 哦 我可是九阳董先生大名了 他知道董立阳 可是没什么好印象 上次袁文杰搞的拆迁项目 就是跟九泰集团合作的 不过 曾毅倒是多少能猜到 顾迪和董立阳一起出现的原因 顾明夫即将要去东江省上任 虽说是代省长 可其实就是省长 九泰集团的总部位于东江省 对于新省长的公子 董立阳自然是要结交一番 董立阳连连笑着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他心里也在猜测增议的来历 他对国内政治圈里的人和事 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但是却弄不清这曾毅的来头 按照顾迪的说法 曾毅就是 省委书记方南国的一个保健医生 这明显不全面 如果只是一个保健医生的话 又怎么会和龙美心搅在一起呢 董立阳陪笑道 最近啊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一点力气都没有 听顾少讲 曾先生的医术非常高明 我就上门求医来了 如紫牛和江中月 这才有点明白 哦 原来这董立阳是来求医的呀 江中月早就知道 曾毅医术高明 那名气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连董立阳这样的人物 都不惜亲身来到老熊乡 这样的熊乡僻壤 登门求医 可是曾毅心里很明白 董立阳只是在找由头 他这次来老熊乡 绝不会是看病 那么简单 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 阿陈 董立阳和顾迪 结伴来到老熊乡 董立阳说 是自己找曾毅 求医来 但曾毅明白 董立阳 是在找借口 他这次来老熊乡 绝不是看病 这么简单 他招呼道 董总在会议室 稍作片刻 我先把这些设备 安排好 好的 好的 龙美心 很诧异地 看着董立阳 诶 董胖子 你满脸红光 不像生病啊 龙美心 是听了董立阳的话 才把自己这几天 睡眠质量超好 跟曾毅会治病 联系在了一起 董立阳笑道 哎呀 谁说我没病啊 我这病啊 只有曾先生能治 顾迪 跟着曾毅进了房间 抱怨道 这是什么破地方啊 我看了一圈 这乡政府大院的 二层小楼 居然是这里的 最高建筑 早知道这样 我是绝对不会来的 曾毅笑了笑 所以嘛 组织上才派我 下来扶贫嘛 顾迪撇了撇嘴 金说 要是能扶得起来 怕是早就被人扶了 不过他还是说 我把董立阳带来了 看他能不能出点什么项目 不管怎么样 都要帮你弄出个 漂亮的政绩来 曾毅却不接这茬 原文杰那块地 好像就是跟董立阳合作的 顾迪明白曾毅这话的意思 他摆了摆手 哎 这个我知道 不过拆迁的事啊 都是原文杰这家伙搞出来的 跟老董真没关系 你放心吧 谁真对我好 谁是看了我家老爷子的面子 对我好 我心里有数 曾毅笑了笑 是啊 这顾迪表面上看起来顽固不羁 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 世家公子哥果然都不简单 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他问道 顾城长什么时候去东江上任啊 啊 快了 快了 提起这事 顾迪脸上也是喜不自禁 哎 曾毅 我家老爷子对你的印象不错 怎么样 有没有去东江发展的打算呢 曾毅看着顾迪 不知道这个邀请是顾迪的意思 还是顾明夫的意思 我走不成啊 我刚把向南姐的投资拉过来 哪能在这撂挑子呀 顾迪就发了牢骚 嗨 你叫我说你什么好 当初要是待在荣城 现在咱们 曾毅笑着打断他 行了行了 你都说过八遍了 好 咱们去看看董立阳 到底得了什么病吧 曾毅收拾完东西 洗了个手 就过去给董立阳瞧病 在会议室里坐了不少人 大伙都在等着呢 尤其是龙美新 他可从没见过曾毅给人治过病 不禁有些好奇 如子牛 面色严肃的看着曾毅 小曾 董先生 可是我们南云的贵客 你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水平来 那样子像是在下达一件政治任务 江中月知道曾毅的水平 就没有说话 曾毅是方书记的保健医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 曾毅给董立阳看病 本身就是给董立阳面子了 这种医生可不是你有钱 就能随随便便请到的 董立阳陪笑道 曾先生 那可就拜托你了 曾毅淡淡一笑 坐下搭了个脉 感觉了一会儿 就知道董立阳的毛病出在哪了 哦 没有什么大毛病 只是有轻微的焦虑 导致心神疲惫 蓄火上升 脾气暴躁 董总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不太顺心呢 董立阳连连点头 是是是 生意上遇到点麻烦 那太操心了 他有点摸不准 不知道曾毅是真的医术高明呢 还是早已料到了 这次自己来老熊乡的目的 所以才会这么说 曾毅说了卖 啊 生意上的事情嘛 永远都是山不转水转 一时的盈亏 董总不要太放在心上 没什么大问题 我给你开剂药缓解一下吧 好好好 谢谢曾先生 那就请你帮我开剂药吧 董立阳满脸是笑 眼睛里带着一丝期待 曾毅提起笔 开了个方子 拿起来说 都是药性温和的 先吃三剂看看吧 董立阳接过来 看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药方 这才觉得 曾毅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来老熊乡的目的 就说道 曾先生说的对啊 生意上的事情 真的是不能太过于在意 劳心伤神啊 所以我临时决定 就在这里住上几天 爬爬山 看看水 好好的放松放松 这老熊乡 山清水秀 风景独特 确实也是个修养的好地方啊 至于生意上的事情 不管他了 随他去吧 随他去吧 曾毅还没说话 如子牛 立刻就表示 欢迎啊 欢迎啊 董先生尽管在这里住下 我们南云县 一定会当好这个主人 做好招待工作 江中月也是笑着说 那就祝董先生玩得开心 曾毅就知道 董立阳这回来老熊乡 是有目的的 不过他不说 曾毅也懒得去问 就说的 老熊乡的条件艰苦了一些 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请董总多理解 董立阳笑呵呵的收好药方 看着曾毅说的 那我可就打搅曾局长了 如子牛 到底是个老政客了 心里就觉得不对劲 自己这位县委书记 才是南云的一把手 董立阳不跟自己客气 怎么反倒跟一个 卫生局的副局长 如此客气呢 就算是生病了 有求于人 也不至于如此吧 不过他还是满脸带笑的说 小曾啊 组织上就把招待董总的任务 交给你了 一定要让董总住的高兴 玩得开心 曾毅笑着点头 我一定尽力做好 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在想 爱找谁找谁去 我现在忙得要死 哪有功夫 陪董立阳游山玩水 一旁的龙美心 就皱起了眉头 这么快就看完了病吗 这董胖子完全不像生病的样子呀 不会是别有所图吧 招待董立阳的酒席 还是在乡政府对面的饭店 因为老熊乡就这么一间饭店 只是这回明显丰盛了很多 饭店老板也拿出了不少好货 什么野猪肉 挤着肉 还有龙美心打的那只山鸡 把这桌子摆得是满满当当 按照惯例 如果没有县委书记的邀请 像曾毅这种级别 是不能主动去跟如子牛 坐到一张桌子上吃饭的 所以进了饭店之后 他直接就坐在了 留给老熊乡乡政府人员那一桌上 谁知他刚坐下 董立阳就跟顾迪一左一右 挨着他坐下了 龙美心走了过来 眉头微微一皱 董立阳又赶紧站了起来笑道 美心小姐 来来来 你坐这里 我跟顾少坐 说完 他绕了过去 挨着顾迪坐下 如子牛和江中月 此时就很尴尬 这两位都已经站在了主桌前了 本来是想等董立阳落座之后 再邀请一下增议的 谁知道董立阳直接就追着过去了 两个人眼神一碰 只好也走了过来 笑着来掩饰尴尬 哎呀 门口这桌好啊 通风 凉快 也敞亮 赵成柱的心里就有些妒忌 自己这位老熊乡的一把手 都没跟县领导坐到一桌子上去呢 你一个卫生局的二把手 倒是毫不客气 吃完饭 如子牛陪着董立阳在老熊乡转了转 见缝插针地介绍了一下南云的情况 看天色不早 嘱咐了赵成柱一些接待上的事情 就返回了县城 老熊乡的条件他也清楚 留下来也没有住的地方 再说了 总不能一二把手同时脱岗吧 第二天上午 县招商办主任连惠生赶到了老熊乡 江中月这才离开 连惠生是做足了功课来的 不光带来了南云县的政策 还带了大量吃的用的 他的任务就是陪董立阳吃好玩好 争取让董立阳在南云投资 连惠生向董立阳建议今天的行程 董总 今天就去神仙台吧 那里的风景非常漂亮 沿途有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瀑布 等到了神仙台 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抓鱼吃 都是纯天然的野鱼 味道很不错嘞 董立阳征求曾义的意见 曾局长 你看这个安排如何呀 曾义笑着说 我看可以 神仙台很漂亮 就让连主任陪董总过去散散心吧 董立阳一愣 曾局长不一起去吗 曾义笑的 有连主任陪着我就不去了 我今天还要跟左老板上山去看茶田呢 连惠生一旁心里暗道 好 这个曾义识趣 你不来最好 否则真要是把投资留在了南云 到时候那功劳算谁的呀 连惠生昨天接到这个任务时 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好 要是能把董立阳争取到南云 就凭这一份功劳 一个副县长的位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董立阳却呵呵笑道 哎呀 我喝了这么多年茶 还没见过茶树长什么样子呢 正好跟曾局长一起去看看 连惠生就有点措手不及了 董立阳要是跟曾义去了 那自己干什么呢 他赶紧说 董总 其实去神仙台的路上就有不少茶树呢 董立阳像是根本没听到连惠生的话 他看着旁边的顾迪 顾少 你看怎么样啊 顾迪哈切连天 有些无精打采 昨天晚上的硬板床快把他给个死了 他说道 随便 既然来了 你想去哪转 你就去转转吧 于是众人就开始往牛网林的车上搬设备 准备跟曾义去查田 这拖拉机连续连续蹦了一个多小时 等到了地方 董立阳被颠得是头晕眼花 两腿发软 下车以后扶着一块石头站了好半天才喘过气来 他笑着说 哎呀 曾局长啊 这老熊乡的路也实在是太难走了 连惠生及时接话 是啊是啊 老熊乡太穷了 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董立阳心说 你这小子倒是会见缝插针 这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 修载好的路有什么用 不过他还是说道 哎呀 曾局长来这里扶贫实在是太辛苦了 对了 南云县有没有做过测算呢 要是把老熊乡的路都修一遍 需要多少资金呢 连惠生顿时眼神一亮 啊 是这样 县里早就想把这些路修一修了 可是一测算呢 需要一千八百万左右的资金 县里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就一直搁着呢 董立阳又问道 哦 有具体的测算报告吗 啊 有有 有 董总要看的话 我马上把这份报告调出来 曾毅此时突然笑道 哈哈 无功不受禄啊 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他知道董立阳的这些话是对自己说的 这些商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主 下这么大的本 必是有所图的 曾毅不知道董立阳找自己有什么目的 就肯定不会收这份大礼 董立阳怎么能不明白曾毅的意思呢 就尴尬的一笑对连惠生说道 啊 算了哈 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报告就不用掉了 连惠生的鼻子都快气歪了 明明自己马上就要劝动这董立阳来投钱修路了 却被曾毅的一句话给破坏了 这家伙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不帮忙就算了 竟然还从中作梗 这件事我一定要向卢书记如实汇报 曾毅从车上搬起一件设备又笑着说 不过董总要是看好老熊乡的发展 倒是可以跟老熊乡政府商量一下 你来修路 等将来路修好了 乡里让你建一座收费站 总不能让你亏了本吧 董立阳就是想给曾毅一份大人情 既然曾毅不要 他也就不提这一茬 真要是投资的话 天底下能投资的地方多了去了 何必非要来这鸟不拉屎的老熊乡呢 曾毅看了看董立阳 看来董总还是对老熊乡的未来没有信心呢 董总 我今天向你说一句话 不出两年 老熊乡必然名震天下 那个时候你再来投资 怕是就晚了 董立阳并不相信 这老熊乡什么优势资源都没有 拿什么来发展呢 如果论穷的话 老熊乡倒是可以名震天下 他伸手从曾毅手里接过一件设备 我来扛一件 连慧生原本就没打算帮忙 现在对曾毅心里有气 更是不想动手 但是董立阳都帮忙了 他也不好空着手 只好过去客气了一句 哎呀董总 您是贵客 怎么能让您搬东西呢 我来 他刚一伸手 董立阳倒是毫不客气 立刻就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了连慧生 那就辛苦连主任了 连慧生抱着设备 顿时郁闷的只想吐血 这个曾毅坏了自己的好事 自己竟然还要给他当苦力搬东西 他心里头是真想把这件设备给摔了 可又不敢 只好老老实实扛着上山 连慧生的一身虚标 一看就是很久都没有运动了 扛着设备走到一半就不行了 脸色煞白 腿肚子直打站 曾毅一看就把设备接了过来 还是我来吧 连主任歇一歇在上山 一会儿我们在山上会合 连慧生实在走不动了 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 董总 让您见见笑了 等把连慧生这个尾巴甩开 龙美心就问道 哎 董立阳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看你不像是来看病的 董立阳擦着头上的汗 美心小姐真是目光如炬啊 其实我这次来 是想请曾局长 给我们九泰集团开个药方 他也看得出来 龙美心和曾毅的关系不一般 也就没什么忌讳 直接讲了出来 龙美心有些意外 开什么药方 你们九泰不是做得挺好的吗 老左是个明白人 他一听就对牛望林说道 老牛啊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说着 领着牛望林 就往旁边去了 董立阳这才苦着脸 哎呀 曾局长啊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还要请你为我指条明路啊 董某感激不尽啊 曾毅确实不太明白 董总啊 我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 董立阳就站进了几步说道 袁文杰手里的那块地 曾局长知道吧 啊 这块地我知道 怎么 地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董立阳看曾毅没明白 心里快急死了 哎呀 因为袁公平的案子 这块地的开发暂时被终止了 曾毅饿了一声 他以前真没有把这块地和袁公平的案子往一块想 董立阳这么一说 他就明白董立阳这回是为什么事来的了 袁公平本是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人物 那背后都是通着天的 他的案子可不是那么好办的 案子怎么办 办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都是有讲究的 得看上面怎么来定调子 估计一年半载 这案子都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在上面没有正式定论之前 所有涉案的东西都是不能动的 其中也包括袁文杰和九泰集团合作的这个商业广场项目 董立阳就开始倒着苦水 我呀 当时只是特别看好那块地的升值潜力 要是早知道那袁文杰如此胆大妄为 我是说什么也不会跟他合作的 我们九泰集团是上市的大公司 非常注重自己的声誉 绝不可能在一些必要的环节上做手脚 按照荣城市的拆迁补偿规定 我们九泰集团其实早就把补偿款 打进了这个项目的账号上 甚至补偿标准还要高于地方的规定 可这笔钱被袁文杰转到了拆迁办的账户之后 就下落不明了呀 董立阳现在都后悔死了 因为袁公平的案子 商业广场项目意外终止 自己投入进去的资金至今没有下落 这项目今后还做不做 南疆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只是让九泰集团耐心等待案子了结 并且积极配合调查 九泰集团为了这次的项目已经投入了不少的资金 甚至还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现在项目拖在这儿不上不下的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损失 中纪委和南疆检方可以慢慢的办案子 可九泰集团却拖不起 真要是耗上一年半载都要给活活拖垮了 而且就这么放弃的话 董立阳也是有些不甘心 上十亿的资金就这么打了水漂 九泰集团也要损伤不小的元气 袁公平案发之后 董立阳立刻开始活动 希望不要让这案子影响了自己这块地的开发 但未能如愿 中纪委办案 岂是他一个商人能随随便便左右的 商业广场的项目毫无悬念的被立即终止了 董立阳随即又从另一个方向活动 希望检方能够先把牵扯到这块地皮的问题调查清楚 好尽快重启商业广场这个项目 但南疆省没有一个人敢给董立阳做这个主 这个项目涉及僑劳 没有僑劳发话 谁敢启动 再说了 也没有人愿意提这块地皮了 这块地验然成了南疆官场的一块禁区 头一个推动这个项目的区委书记落马了 至今还在牢狱里面 而重启这个项目的员工品也很快就要进去了 一块地皮连续绊倒两位实权官员 大家唯恐避之不及 董立阳在一番仔细调查分析之后突然发现 在这个案子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贯穿了始终 那就是曾毅 事件因为曾毅和袁文杰的私愿而爆发 又因为曾毅的被双规而彻底激化 最后导致袁文杰倒台 项目终止 那么想要重启这个项目多半还得着落在曾毅的身上 想通这一点之后 董立阳就开始打听关于曾毅的一切 得知顾迪和曾毅有交情 就攒夺着顾迪来到了南云县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没有一个跟曾毅很知心的人引荐 人家未必就肯帮你这个忙 所以董立阳来到老熊乡之后 也没敢立即就提出这件事 他观察了曾毅很久 也觉得多少摸准了一点曾毅的脾气 这才壮着胆子提了出来 董立阳坐在那直叹气 曾局长啊 无论如何要搭救我这一把呀 我们九泰集团有上万的员工 真要是被拖垮了 可让这些人去哪里找饭吃啊 曾毅没有急于表态 不过他认为董立阳没有说谎 拆迁的事应该是袁文杰自己搞出来的 这件事很好调查清楚 董立阳不敢撒谎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九泰集团这回可就完全是无望之灾了 可以说董立阳找对了人 在这件事上只有曾毅最清楚内幕 也只有曾毅才有办法解决 但曾毅跟董立阳只是萍水相逢 交情泛泛 他实在很难找出一个非常必要的理由 来说服自己去帮董立阳这个忙 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行医 人为首 治病救人 为官 得在先 功而忘思 医道官徒 一医一官 医人医国 正气凛然 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陈 董立阳要尽快重启商业广场项目 不得已跑到老熊乡来请曾毅帮忙 但曾毅跟董立阳只是萍水相逢 没什么交情 他很难找出一个非常必要的理由 来说服自己帮助董立阳 曾毅对董立阳的恳求不置可否 反倒是看着一旁打着哈欠的顾迪说道 顾迪啊 我很久不在荣城 袁文杰的案子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就听顾迪说道 啊 也没什么新情况 跟董总说的一样 董立阳一旁心中暗暗惊讶呀 这个增议不简单呢 他既没说帮忙 也没说不帮忙 而是去问顾迪 这明显就是要把这事情的决定权交给顾迪 是要让九泰集团欠顾迪一个大大的人情 曾毅听顾迪这么说 也就知道他的心思了 哦 是这样啊 那我就了解了 听了这话 董立阳明显松了一口气 曾毅这一句我了解了 看似风轻云的 其实就是答应帮忙去想办法 不管如何 在这件事情上 曾毅肯定会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顾迪从地上站起来 恨恨地骂了一句 袁文杰这个王八蛋 进去了还不让别人消停 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了 之前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反倒是跃跃欲试 哎 到底还有多远到山顶啊 今天我一定要爬到最顶 董立阳也笑着附和 是啊 星百里半九十的事情 是绝对不能做 今天我就陪顾少一起到山顶 顾迪很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你行不行啊 然后率先迈步 朝山上走去 董立阳跟在身后 哎 不行也得行啊 今天我豁出去了 来一个舍命陪君子 听了这话 顾迪此时心情大爽 刚才曾毅那么一问 他就明白曾毅的意思了 说实话 他现在还确实非常需要这份人情 自个儿马上就要跟着父亲去东江省 但是在那边毫无根基 如果能有董立阳这样的地头蛇帮衬的话 相信可以在东江混得风生水起 这也是他之所以带董立阳过来的一大原因 当然他更是感激曾毅 把这么一份巨大的人情白白送给了自己 看着那俩人往山上去了 龙美心摆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对曾毅说道 没看出来呀 你小子还挺会做人的 一转眼就让两个人都欠了你一份人情啊 曾毅呵呵笑着 没办法呀 我们这些混题制的是要处处栽花 也许到什么时候哪朵花就开了呢 龙美心看着曾毅 我怎么就没看出 你还有这官迷的嗜好呢 混题制的总得有点成福吧 哪能让你随随便便就看得出来 曾毅一边笑着一边扛起设备 走吧 山顶的风景不错呢 龙美心有点看不懂曾毅 真要是个官迷的话 哪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 往领导家去挤呀 谁会傻乎乎的来这个穷乡僻壤 搞什么扶贫呢 这几天下来 龙美心也能看得出来 曾毅是真心实意的在搞扶贫 这份诚意就是老熊乡自己人都没有 光是每天扛着这些设备上山下山 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龙美心只不过是空着手来看风景 这几天下来也有些吃不消呢 众人爬到山顶 看着远处青山迭涨 几条小河缠绕其间 不禁心旷神怡疲劳顿消 董立阳感叹道 哎呀 没想到这个地方的风景会这么漂亮 可惜呀 养在身归不为人知啊 曾毅看着远方也笑道 董总啊 一年之后你再来看 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山上长满了金子 董立阳微微一笑 哦 看来曾剧长对造福一方很有信心的 他的脸上虽然笑着 可心里对曾毅的话却并不相信 有一些客观因素 可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得了的 老熊乡这儿实在是太偏僻了 山水虽好 可比起九寨沟张家界这样的地方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没有人会为了看这么点小风景 专程来钻山沟的 太受罪了 曾毅看着远方一字一顿的说道 事在人为 董立阳也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们九泰集团在全国有大量的在建项目 需要很多的工人 来南云之前呢 我就有跟南云县建立劳务合作的意向 只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找谁去洽谈呢 曾毅笑了笑 董立阳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呀 县委书记如子牛 县长江中月 包括今天来的招商办的联会生 他们眼巴巴的追到老熊乡 所谓何事啊 董立阳这是摆明了 要送自己一份顺水人情 不过对于董立阳的这一番好意 曾毅不会拒绝 南云县经济不发达 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得到外出打工的机会 那绝对是好事一桩 他随即笑道 江县长一直都有把南云打造成 劳务输出基地的构下 这倒是跟董总的想法不谋而合呀 董立阳陪笑道 哈哈那好啊 有江县长的支持 想必这件事会非常顺利 得知曾毅在南云县扶贫 这件事董立阳来之前就想好了 同时呢 九泰集团也确实需要大量的劳动工人 但是他不会轻易出手的 送人情也得看清楚对象在送 万一送错了对象 送给了跟曾毅对立的领导那儿 一件好事 也会变成坏事 众人从山顶返回 在半山药又遇到了正哼吃哼吃爬山的连会生 此时董立阳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就说道 连主任啊 老雄身的风光我已经领略到了 等会儿就要回去了 感谢你的盛情招待啊 连会生有些傻眼 怎么回事啊 好断断的 这董总怎么会突然改变形成了呢 他眼光看到曾毅心里暗恨 肯定是这小子 又跟董立阳讲了什么吧 不然 这董立阳怎么会突然决定返回呢 他却不能就这么轻易放手 董总老雄乡还有很多风景更好的地方呢 董立阳背着手下山 不去了 公司那边还有一大滩室等着处理呢 连会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他恨恨的看了曾毅良眼 就琢磨着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董立阳回心转意呢 一行人回到乡政府大院 连会生第一时间就打电话 把这个消息向如子牛做了汇报 如子牛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快 董立阳明明说了 要在老熊乡住上几天 他很烦躁的说道 董先生为什么会突然返回 连会生 这件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 连会生赶紧呸笑 卢书记 我已经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了 上午我向董先生 强细介绍了咱们南云的情况 还有老熊乡的困境 董先生当时就有在老熊乡 投资修路的意向 可是曾局长不同意 说是无功不收路 如子牛微微皱眉 这个曾毅是怎么回事啊 董立阳都同意了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可嘴上却说 连会生 你不要怀疑自己的同志 曾毅作为南云县的干部 怎么会不替南云着想呢 连会生继续诉苦 卢书记啊 不是我诉苦啊 曾局长这个人太情高了 务虚不务实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尽力挽留董总 实在留不住 就做好还送的准备 卢子牛挂上电话 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他对连会生的话不全信 南云县条件有限 对董立阳这样的大财主 只能是尽力争取 但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董立阳不肯投资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只不过他有点搞不懂 曾毅的态度 昨天看董立阳的表现 确实有为曾毅 马首是瞻的意思 如果曾毅尽力争取的话 那董立阳应该多少 会在南云 头一点项目的 董立阳离开的时候 曾毅顺便让他送龙美心 回荣城 龙美心这回在老熊乡 待了好几天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也算是对自己来 跟项目的话有了交代 他当下也没再拒绝 收拾东西 就上了董立阳的车 他笑嘻嘻地看着曾毅 我说啊 有什么要对本姑娘讲的 就赶紧讲 曾毅笑道 回去啊 别飘车就行了 说不定那位白哨 还在路上找牙呢 去你的 龙美心一瞪眼 摆了摆手 就钻进了车里 董立阳赶紧说 曾局长放心 我一定会小心护送 保证把美心小姐 安全送到龙城 曾毅点了点头 然后拿出一副卷轴 我还要麻烦董总一件事 这符字请你帮我给一位老朋友送过去 联系地址和方式都在里面 董立阳笑着接过来 我一定会亲自去送 曾局长放心 好 一路保证 曾毅笑呵呵地后退两步挥了挥手 而龙美心此时放下车窗说道 哎 曾毅 本姑娘在这里投的钱 你可不要给我弄赔了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曾毅笑着摇手 看着车子冲出老熊乡 消失了踪影 上了自己的车之后 董立阳这才打开 曾毅给的那幅卷轴 里面有一张写有人名的小纸片 董立阳捡起一看 顿时眼神一亮 心想 这曾毅果然是为信守承诺的人 这个孟群生自己寻找了这么久 可是在元文杰事情之后 这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怎么也找不到 没想到曾毅居然知道孟群生的下落 曾毅给了自己孟群生的联系方式 难道是在暗示 这件事能不能解决 孟群生的态度非常关键吗 董立阳觉得曾毅应该是这个意思 再看那幅图 他觉得这字迹很熟悉 可是看到落款 却有些不明白 李汉生 自己从来没听说过 李汉生这个名字呀 是啊 他当然不知道 李汉生就是乔文德乔老的化名 董立阳想来想去想不明白 就只能放弃 算了 等找到孟群生 一切就有答案了 龙尾新走后 曾毅就专心搞着野茶的事情 老左定好了老熊香野茶的分级标准 以及种茶养茶摘茶的各种注意事项后 也离开了老熊香 另外 老左还实验出了老熊香野茶的最佳炒制工艺 比起原先山民们的粗糙工艺 新的炒茶工艺 更能把野茶的香气保留下来 曾毅把老左的这些东西全部整理成册 印了好几千本 准备分发给老熊香种茶的群众 而与此同时 维向南也派人过来 开始在南云县着手建设野茶收储 包装生产的企业 前期的投资 包括征地 厂房 设备 总数在一千万左右 这可是南云县迄今为止 引来的最大的一笔投资 县长江中岳高度重视 一路大开绿灯 厂子的建设也是一天一个进度 而增益的技术手册 也被南云县要求在其他几个重有野茶的香里进行推广 反倒是曾毅在老熊香分发技术手册的事情最不顺利 向党委书记赵成柱觉得 曾毅没有把厂子建在老熊香 心里很有些意见 干脆就阳奉阴违 只是用乡里的大喇叭喊了两次 号召茶农自发来乡政府领取技术手册 这件事就算是交代过去了 至于曾毅提议 把茶农们集中起来专门讲解培训的事情 赵成柱就百般推托 好在乡长牛望森对于曾毅的事情非常支持 他派了两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专门跟着曾毅到各村去宣传新的技术 这件事让曾毅很生气 这个赵成柱不光是务虚啊 胸怀也有很大的问题 曾毅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个机会把他踢开 老熊香有这么一个领头人实在是不幸啊 转眼就到了深秋 维向南在南云的茶厂终于建成 曾毅给老熊香的野茶起了个名字 叫做将军茶 因为南云周围的野茶 已产自将军岭的最为出色 这天刚从茶田回来 曾毅就接到了江忠岳的电话 让他赶紧到县城去一趟 第二天 曾毅赶到县城 就先去了县政府 江忠岳等曾毅坐下就问道 茶厂现在已经建成 相关的技术推广也做了很久 什么时候能开始收茶叶呀 你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啊 哦快了 不过今年的野茶因为没有精心操作 质量比较差 符合收茶条件的数量不会很多 这一点县里得有思想准备 江忠岳微微点头 好 只要收茶就行 现在下面几个箱的意见很大 县里光让茶农升级技术 在采茶制茶上投入人力物力 却不收茶 要是这样再继续下去 茶农的热情很难维持 弄不好还要出乱子 最怕的就是给了希望之后 又令人失望 茶厂的项目是曾毅拉来的 那既然曾毅说了很快就能收茶 那江忠岳也就不再过问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文件又说 这份文件你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野茶项目 可以试着申请一下 曾毅拿过来一看 是一份省商务厅的通知 说南疆省下个月 要组织一个商贸交流团 前往英国参加贸易博览会 省里会重点扶持一些 具有南疆特色的项目 对于特别优秀的项目 还会在博览会上 给予一个专柜支持 现在就开始网上报项目 江忠岳说道 除了野茶 我觉得我们南云的旅游项目 也符合条件 最好是争取把南云的特色 打包为一个综合项目 拿去展览宣传 提高知名度 扩大影响力 曾毅就明白江忠岳的意思了 这是想让自己到荣城去跑这件事 就说道 好啊 我正好要去荣城 跟茶厂的投资方来商议收查的细节呢 江忠岳闻声大笑 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纸袋 又说道 那既然顺道 这份申请材料 就请你递交给省里的相关部门咯 曾毅却没有接 我要去了荣城 老熊乡的技术推广工作 怕是就要耽搁了 马上要收查了 县里是不是派一个尽心尽职的人去盯着呢 江忠岳心道 哦 曾毅这是在跟自个儿提条件 老熊乡的事 他多少也听到一些 其实他也有拿掉赵成柱的打算 只是考虑着赵成柱在老熊乡工作了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再说了 大伙都知道老熊乡穷得厉害 也没人愿意去那儿接赵成柱的工作呀 所以这才一直拖着没办 见曾毅又这么说 他很认真地答道 老熊乡是产茶的重点香 技术推广的事 绝不能容忍 有半点马虎 县里会考虑的 曾毅这才把那个牛皮纸袋接过来 那我明天就启程去荣城 江忠岳笑着 心想 这个曾毅现在也学会讨价还价了 这跟刚下来时那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简直是有天壤之别 好啊 那晚上到家里吃饭 哦 来不及了 我已经跟汤老讲好了 晚上去干修所吃 江忠岳只好作罢 好吧 那就下回吧 等你从荣城回来 曾毅抱着一纸袋的资料 离开县政府 准备先到卫生局去报个道 一进卫生局大院 高万祥就跑了出来 他现在还是局办公室主任 可是在局里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 曾局长 您回来了 曾毅摁了一声 上楼直接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高万祥跟在屁股后面 哎呀 曾局长 您最近不在局里 局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已经做成了材料 准备向您汇报一下 曾毅淡淡的回应 哦 辛苦了 材料就放桌上吧 看曾毅没什么兴趣 高万祥放下材料之后 又拿出一串钥匙 曾局长 局里对您的住房问题 已经有了安排 这是钥匙 楼层特别好 就在二楼 南北通透 采光也好 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了 曾毅却摆了摆手 拿走 看局里还有哪位同志 着急结婚 先给他们用 高万祥脑门上的汉 立刻就下来了 曾毅还记着 当时自己给他下套的事呢 他急忙解释道 曾局长 您放心 这套房子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 是局里一直留着的一套房子 之前没有任何人住过 曾毅也懒得跟高万祥废话 我还有事 要找王局长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 说完 出门 就往王金堂的办公室去了 高万祥站在那儿 这钥匙放也不是 带走也不是 犹豫了半天 他把钥匙往曾毅办公桌上一放 转身带上门 而哀声叹气的下楼去了 第二天 曾毅回到荣城 他这次回来 发现荣城的政局变化很大 原来的老省长费民安已经退了 去了全国人大 新来的代省长孙文杰 是从中央空降过来的 他原本是民政部的一位副部长 而省里原先主管国土资源的副省长王勋 就接任了常务副省长 其余各位省长分工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因为顾明夫调走 省里还增补了一位新的副省长 来到省委省政府门口 曾毅给唐浩然打了个电话 然后直接到了方南国的办公室门口 唐浩然热情的朝曾毅伸出手 方书记正在会客呢 你先等一会儿 来坐 先喝杯茶 自打曾毅下去之后 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唐浩然自然格外热情 曾毅从包里拿出一盒茶叶 来尝尝我带的茶叶吧 唐浩然笑呵呵的接过去 哎呀 就算你现在是做茶叶的 也不用见人就发吧 搞得人人皆知啊 曾毅问道 方书记身体最近如何 哦 很好 背上的旧伤 已经很久没有再发作了 前几天我给方书记做按摩 他还夸了你呢 这时候 门口还等了很多 准备向方南国汇报 工作的头头脑脑 看着唐浩然这位省委大秘 跟一个年轻人如此热情 都不禁在猜测 这个年轻人的身份 过了没多久 里面走出一个神态威严的中年男子 跟唐浩然亲切的打过招呼 夹着公文包走了 唐浩然随即进到里面 一会儿功夫 他打开门 冲曾毅招手 曾毅 方书记要见你 外面排队的人大为吃惊 自己为了向方书记汇报工作 已经提前好几天预约 今天过来还排了大半天的队 这个年轻人是做什么的 居然一来就能受到方书记的接见 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听 长篇小说 首席医官 原著谢荣鹏 演播阿晨 曾毅走进方南国办公室 方南国正批完一份文件 对唐浩然说道 这份是习件 你马上去办 唐浩然接过文件 给方南国的杯子里蓄满水 又给曾毅倒了杯茶 就退出了办公室 方南国笑了笑 指着办公桌前的椅子 坐嘛 几个月不见 怎么反倒生分了 曾毅就笑呵呵的坐下 顺手又掏出一盒茶叶 方书记 这是我从南云 给您带来的茶叶 您尝尝看 方南国拿起茶叶盒 颇有兴趣的看了看包装 哦 听说你在南云搞扶贫 做的就是这个茶叶 曾毅点点头 我给这个茶起了个名字 叫江军茶 南云县大部分地方都种这种茶 如果能够把江军茶的市场做大 南云县摘掉国家级贫困性的帽子 就有希望了 嗯 江军茶 想法不错 方南国夸奖了一句 就放下茶叶 他也感觉到曾毅身上有一种很大的变化 比以前踏实了很多 曾毅笑着又说道 如果方书记您能带头喝江军茶 我相信江军茶很快就能风靡南疆 方南国哈哈一笑 这曾毅倒是胆子挺大呀 竟然把算盘打到了自己的头上 好啊 茶叶我收下了 有空的话去看看你冯阿姨 他这段时间可是没少念叨你 曾毅点着头 我准备在方书记这儿报完道 就立刻去看冯阿姨呢 方南国就知道 曾毅找自己也没其他正事 他摆了摆手 拿起桌子上另一份带批的文件说 那就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曾毅知道 方南国这是要问一问自己旧伤恢复的事情 就说道 谢谢方书记 那我就先去看冯阿姨了 出了办公室 唐浩然就问他 晚上怎么安排 曾毅就指了指办公室的门 唐浩然就明白 他拍了拍曾毅的肩膀笑着说 晚上看情况 电话联系 曾毅告辞下楼 刚出省委大楼 迎面就碰到了分管商业和内外贸易的副省长 聂国平 曾毅上前打招呼 聂省长 聂国平 宁眉看了片刻 认出曾毅了 如今的省委省政府大院里 不认识曾毅的还真不多 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聂国平双手捧在肚皮上 哈哈笑道 是小曾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的 聂省长今天气色真好 聂国平就猜到曾毅多半是刚从方南国那出来的 又微笑着说 在基层工作收获一定很大吧 曾毅本来想去商务厅呢 现在碰到了分管商务厅的聂国平 心想这可省事了 就说道 啊 这不嘛 我正要过去向聂省长您汇报工作呢 聂国平呵呵笑了两声 哈哈 我呢 要跟孙省长商量点事情 这样吧 让小卢先领你过去 在我那儿先坐一会儿 曾毅赶紧就说 谢谢聂省长百忙之中 还得抽空 基建我这么一个基层的小干部 聂国平笑着摆了摆手 上楼去找新来的代省长孙文杰了 聂国平的秘书叫卢小鹏 他笑着说 曾老弟 我那里有好茶 过去喝喝茶 歇歇脚 从南云过来 路上肯定辛苦了吧 曾毅心里 不由有些纳闷 自己跟卢小鹏 以前也就是见过面的关系 好像还没熟到 称兄道弟的份上吧 他想不到 卢小鹏的这份热情 是打哪儿来的 只能客气地说 那就 叨扰卢秘书了 嗨 有什么叨扰不叨扰的 基层的同志来了 本来就应该热情接待嘛 卢小鹏笑得非常亲热 领着曾毅 就到了聂国平的办公室 沏上一杯茶 卢小鹏说道 曾老弟啊 咱们这省政府大楼里 都说你医术高明 是在世华佗呀 曾毅摆摆手 过奖了过奖了 我怎敢跟华佗相比 就见卢小鹏伸出了手 我最近老觉得身上 有点不舒服 你帮我给瞧瞧 嗨 这不是举手之劳吗 曾毅笑着心想 难怪卢小鹏 对自己这么客气呢 原来是让自己给他看病 他伸出手 给卢小鹏搭了个脉 过了一会儿说 没什么大碍 常见的小毛病 阴阳不调 我给你开个方子 调理一下就好了 卢小鹏却稍微露出一点 失望的神色 没有别的毛病吗 曾毅这就有点纳闷了 怎么回事啊 自个儿说他没病 这卢小鹏反倒有点失望 这世上怎么还有人 盼着自己生病呢 曾毅还得老老实实的说 没有别的毛病 卢秘术的身体好得很 平时肯定经常有锻炼呢 卢小鹏就说回了胳膊 啊是啊 我每天都坚持锻炼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曾毅给卢小鹏开了方子 属于可吃可不吃的方子 这药也不用多吃 三剂就行 卢小鹏倒了声谢 把方子收好 曾老弟喝茶喝茶 说完就起身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拿起一个记事本 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下把曾毅心里搞得直摇头 这卢小鹏真是奇怪啊 完全就是莫名其妙嘛 说他没病 他反倒不高兴了 过了半个小时 聂国平回来了 看到曾毅坐在外间 就说道 小卢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请小曾到里面去坐 曾毅起身笑道 聂省长的办公室里 全是机密文件 只有省长才能看 我可不敢进去 聂国平笑着打趣道 你这个小曾啊 来吧 进来 进屋坐下 聂国平就问他 小曾啊 是不是工作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曾毅笑着说 聂省长 你真是料事如神 对我们这些基层工作者 太了解了 我还没汇报呢 你就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了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讲了 嘿嘿 我就知道 你来啊 准有事 说吧 曾毅就从报里 拿出南云县的那份申请材料 放在了聂国平的办公桌上 听说下个月省里 要组织一个商贸交流团 我们南云县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这是我们的申请材料 聂国平笑着说 你们南云县的领导 倒是挺会挑税客的嘛 把你给派了过来 曾毅赶紧说 是组织上信任 才把这件事交给了我 哦 我先看看再说 聂国平拿起一副眼镜 把南云县的申请材料 浏览了一遍说道 嗯 把整个南云 当作一块招牌来运作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的嘛 光有想法肯定不够啊 还需要聂省长的指导和关怀 聂国平放下眼镜 嗯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 又派来你这么一位 能说会道的说客 我看 我想否决都很难呢 曾毅就知道 聂国平这是同意了 赶紧道谢 然后又拿出一盒茶叶说道 这是我们南云县特产的将军茶 请聂省长喝喝看 味道绝不比极品龙景差 哎 小曾啊 这我可就要批评你了 你这完全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作风嘛 我今天要是不给你办事 你这好茶叶 是不是就不肯拿出来了呀 啊 怎么可能呢 聂省长要是喜欢喝 明天我就让人给您送一车来 哎呀 你呀 聂国平笑呵呵的收起茶叶 哎呀 让你下到基层实在是省里的一大损失啊 现在我有个头疼脑热的 一般都不叫别的医生来 那些医生的水平实在是不能令人放心啊 曾毅就有点诧异 怎么回事啊 怎么今天聂省长也跟自己耗上了呢 他只好接话道 聂省长 有病还是要看大夫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聂国平笑呵呵的冲他伸出了手 哈哈 今天你来了 正好帮我好好卖 看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呀 就信任你的水平 曾毅有点想不明白了 这可真是邪门了 以前也没见你们找我看过病啊 难道离了我 保健局就不赚了 不过 他还是上前认真的搭了个卖 诊断了一番 发现聂国平也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是脾胃虚弱 吃东西容易瘴气打嗝 别的倒是没有什么了 听了曾毅的诊断 聂国平说道 这可是我多年的一个老毛病了 一直也没当回事 没想到你一摸脉就知道了 我就说你去基层是省里的损失嘛 其他的大夫可没有你这个本事 曾毅吓道 聂省长过奖了 我争取早日干出成绩 早日回到荣城 为领导们服务 曾毅写下了个方子 聂国平收下以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客气了几句 曾毅就起身告辞 出了聂国平的办公室 曾毅还是一头雾水 聂省长和卢小鹏 这都是什么毛病啊 没事怎么喜欢找人把脉呀 出了省委省政府 曾毅又直奔卫生厅而去 路过郭鹏辉的办公室 他敲门走了进去 准备先去问问冯玉琴在不在厅里 郭鹏辉看到曾毅 立刻就从办公桌后绕了出来 非常热情的笑道 哎呀 我倒是谁呀 原来是组织部副部长 大驾光临哪 曾毅一进门就给说懵了 郭鹏辉这个笑话也太冷了吧 自己竟然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副部长啊 郭鹏辉上前就拽着曾毅坐下 然后伸出一只胳膊 来来来来来来快坐啊 帮我把把脉 看看我有没有被提拔的可能啊 曾毅都快疯掉了 苦笑道 哎呀 郭企长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现在正一头雾水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所有人见到我 全都找我耗脉呀 容成出了什么流行病了吗 郭鹏辉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大伙可都等着你这位组织部的副部长提拔呢 副部长跟跟我有什么关系 哈哈看来你还不知道吧 啊我告诉你 你现在在荣城的名气可大了去了 知道大伙怎么称呼你吗 组织部副部长 对了哈哈你认识李应元吧 曾毅点点头 哦认识 他是顾省长的秘书吗 哎顾省长调到东江的时候啊 没带他走 安排他去了财政厅 副厅长 郭鹏辉看着曾毅眼神中也有一分热气 你给顾省长好迈升官的事儿 现在整个南江省的官场都知道了 等着被你提拔的人呐 我看可以沿着青江排出三十里地啊 曾毅雅然失效 没想到自己这个组织部副部长的外号竟然是这么得来的 自己当时只是根据卖相得知顾明夫欣喜难易的心理状态 据此推测他可能是要升官了 谁知道这事传出去竟然会变成眼前这个版本 自己真要是能有把脉升官的本事还轮得着别人吗 早就先给自己把上脉了嘛 顾明夫本来是最不被大伙看好的一名副省长 大伙都认为他的仕途要止步于副省长一级了 谁知一转眼 顾明夫竟然到了东江这样的经济大省去担任代省长 这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 这样的官场传奇谁不想在自己的身上发声啊 得知早在顾明夫升官之前就已经有曾毅掀开了金口 于是大伙都想让曾毅也为自己开一次金口 官场上就是有这么一种讲究 你说他迷信也好 说他官迷也好 谁不想为自己讨个好彩头呢 就像过年的时候 谁都希望别人见面对自己说一句 过年好 恭喜发财 郭鹏辉笑着说 下次再有提拔的机会 可得要先想着我呀 嗨 曾毅无语了 您那就别开我的玩笑了 事情可不像传的那样 郭鹏辉对曾毅还是有些了解的 当下也不开玩笑了 哦 那你什么时候回荣城的 啊 我刚的 从方书记那里出来就到这来了 冯厅长在家吗 哦 在 郭鹏辉就不敢拉着曾毅闲聊了 你快去吧 冯厅长那刚开完会 这会儿应该在办公室呢 那好 我回头找你再聊 曾毅道了个歉 就起身上楼 到冯裕琴办公室去了 见了冯裕琴 冯裕琴详细的问了问曾毅在南云的工作情况 最后跟方南国一样 让他晚上到家里吃饭 晚上 曾毅赶到常委一号楼 为方南国详细检查了一下背上的旧伤 看情况 方南国的伤已经基本恢复了 再坚持按摩一段时间 应该就不会复发了 这处旧伤伴随了方南国三十多年 他本来以为要带到棺材里去呢 没想到让曾毅给治好了 平白减少了许多痛苦 让他很欣慰 在得到曾毅的诊断结果后 平时很少在家喝酒的方南国 竟然破例也喝了三小杯 可见他心里有多么高兴 吃过饭 方南国也不留曾毅 他知道曾毅很久不回荣城 肯定还有一帮人在等着呢 果然 曾毅刚出常委一号楼 唐浩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曾毅 老地方 维纳斯 我已经帮你约好了人了 此时 叶清寒正站在维纳斯的门口 他是接到了维向南的通知 说是曾毅回到荣城了 就匆匆赶了过来 结果呢 他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等到了这地方 他联系不到维向南 就被门卫给挡住了 门卫很客气 但是非常的冷淡 对不起 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 如果没有贵宾卡的话 恕不接待 叶清寒解释道 我是来参加朋友聚会的 我朋友叫曾毅 你可以去查一下 定的就是维纳斯厅 门卫一听 是最高档的维纳斯厅 不敢怠慢 用无限对讲 跟里面联系了一下 很快就得到了结果 他们还是说 对不起 维纳斯厅 今晚接待的 不是你的朋友 这门卫看着叶清寒 心里也嘀咕 看着姑娘这身行头 也不是什么名牌 不像是能在这里消费的人 看着小妞 清秀漂亮 不会是想进去借机 靠近某大款吧 这种事可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啊 叶清寒只好耐着性子又说道 那你帮我看一下 锦绣厅的客人到了没有 就说我是叶清寒 那门卫却站着不动 对不起 我们没有权限 打探客人的行程信息 你还是跟你的朋友 联系一下吧 叶清寒跺了跺脚 想着还是找个电话 打给曾毅吧 曾毅的电话号码 他当然是记在脑子里的 而这个时候 维纳斯的门前 开过来一辆正亮的宝马 几个年轻男女走了下来 其中一个长发青年 跟叶清寒打了个招呼 哎 这不是清寒吗 叶清寒皱了皱眉 他也认识这个年轻人 是自己的同学 叫杨宝才 听说家里很有钱 是做什么建筑生意的 看见了同学 叶清寒也不好不打招呼 就说道 杨宝才 真是巧啊 就见着杨宝才兴奋的说道 哎 真巧 没想到在这里会碰到你 你来这里玩吗 啊 参加朋友聚会 杨宝才就笑着说 那一起进去吧 叶清寒站的没动 你先进吧 我等一下朋友 杨宝才倒是有些弃而不舍 站在门口等多不好啊 我在里面订了包间 先到我那里坐一会儿 尝尝我存在酒窖里的红酒 等你朋友来了 咱们一起过去 正好也认识认识嘛 叶清寒可是戏里出了名的美女 杨宝才对叶清寒一直有些想法 可惜碰了冷钉子 叶清寒对他始终是不理不睬 今天在维纳斯门口碰到叶清寒 杨宝才觉得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 完全展示出来 没料到叶清寒再次拒绝了他 真的不用了 我朋友马上就到 杨宝才尴尬的笑了笑 那我就陪你一起等吧 叶清寒眉头微皱 真的不用 你不进去的话 你的朋友也没法进去 你快进去吧 跟杨宝才一起来的那几位 此时多少也有点看出杨宝才的心思 其中一个观察的比较仔细 看叶清寒穿着普通 不像是能在维纳斯消费的人 就说道 叶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带贵宾卡呀 叶清寒的脸色微微有些尴尬 他不是没有带卡 而是根本就没有卡 所以才会被门卫给拦住 杨宝才恍然大悟 清寒 没有关系 我有白金卡 你朋友要是不来 我们可以带你进去的 那几个人就帮着杨宝才说话 是啊是啊 我们杨绍可是维纳斯的贵宾呐 在这维纳斯啊 五层以上的地方 只有白金贵宾才能上去 那里全是商界名流 实力不够的人 是根本申请不到白金贵宾卡的 对对对 只有杨绍这样年少多金的商界才俊 才能拿到这里的白金卡呀 还有一个说 一会儿到了里面 说不定还能见到一些明星呢 杨绍可以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这几个人一番吹捧 连杨宝才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他的白金卡 其实是偷拿他老子的 他老子在维纳斯办卡 是为了能够多认识一些商界的朋友 多承拦一些工程 有时候也会请一些官员来这里吃饭 因为维纳斯的会员审核 标准非常严苛 什么级别能在哪消费 什么实力的人能办什么级别的贵宾卡 都有详细的规定 杨宝才的老子 还是走了不少关系 才弄到一张白金卡 用白金卡 请那些官员来吃饭 官员也会觉得有面子 办起事来 多少会给你一些方便 叶清涵站在那儿 想走又没法走 听了那拨人使劲吹捧杨宝才 心说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过了有十分钟 还不见叶清涵的朋友到 杨宝才就说道 清涵 我看就进去等吧 说不定你的朋友不来了呢 杨宝才此时 对叶清涵这位朋友的身份 已经有了个大概的估计 应该是位黄金卡会员吧 在维奈斯 有些超级贵宾根本不用带卡 所有的工作人员全能认识你 你的脸就是会员卡 甚至超级贵宾的朋友 也不用带卡 只要一提朋友的名字 说出包间 工作人员也是立刻放行 这就是超级贵宾的待遇 只有普通的贵宾 比如黄金卡 白金卡这个级别的会员 进门才会被要求出示会员卡 但如果是经常来的白金会员 有时候也可以凭着脸 进进出出 叶清涵被拦在了门口 等着朋友拿卡过来 很显然呢 这位朋友的级别不会高 这杨宝才就有些不愿意再等了 众人也跟着劝 对对对 进去等啊 杨说在这存了不少好酒 今天正好给他开了 他们正劝着呢 一辆出租车缓缓驶到维纳斯门口 曾毅加这个包走下来 完全是一幅乡下干部的模样 叶清涵立刻眉开眼笑 快步走了过去 曾毅 我等你好半天了 曾毅笑呵呵地看着叶清涵 怎么不进去等啊 没事 我喜欢等 叶清涵笑道 你在南云那怎么样 好像人黑了很多 也瘦了 曾毅副手站在那 好 瘦了显精神 阿姨身体最近怎么样 好着呢 上次出院之后就彻底好了 现在每天都上班呢 曾毅笑道 好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我还惦记着什么时候去尝尝阿姨的手艺呢 叶清涵眨着清亮的眼睛说道 那就明天吧 我妈要是知道你回了荣城 肯定非常高兴 曾毅却摇了摇头 明天怕是不行 县里还给我派了一大堆任务 等忙完了这些任务啊 我再给你打电话 那你这次在这儿能待多久 说不定 大概七八天吧 曾毅索性站在这儿跟叶清涵聊了起来 什么时候有空了就去南云 我带你好好转转 山里的风景很漂亮 叶清涵郑重其事地点头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可别反悔 杨宝才此时走上前来 笑呵呵的伸出手 哦 你就是清涵的朋友吧 哎 你好 我是杨宝才 是清涵的同学 曾毅伸手握了一下 哦 你好 然后扭头对叶清涵说 怎么也不介绍一下呢 叶清涵有些无奈 在门口等你的时候 刚好碰到了 曾毅笑道 哦 那可真是缘分啊 杨老弟在哪个厅啊 一会儿我过去敬一杯酒 哦 汇丰听 我盯的这个厅大 你们几个人 要不一起过来吧 人多了一热闹 曾毅摆摆手 啊 不必了 多谢杨老弟的美意 我们那边已经定好了 看曾毅 这一副土豹子的打扮 却是这么一副 老气横秋的口气 甚至连名字 还有定的包间名字 都不愿意告诉自己 杨宝才的心中 顿时很不爽 叶清涵怎么会跟这种人 搅在一起呢 自个儿比起他来 那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叶清涵为什么就看不上自己呢 长篇小说 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our way to theтории